孙孙可以给我张票吗 拜拜拜拜 录制顺利 孙孙可以给我张票吗 拜拜拜拜 天南地北双飞烟 老知己会寒暑 欢乐去离别苦 酒中更有咋哒哒 掌声 你不满意我不在意 8月26日晚 周深在第31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上 荣获最佳男歌手 这是连续两年蝉脸这个荣誉 同时周深为聚集艺人之下演唱的主题曲 时间之海获得十大金曲 而周深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二演唱的 定义主题曲人士获得最佳舞台 从九年前的新人奖到今天的最佳男歌手 也算是一种成长的见证吧 每个人站在这里去享受灯光和领取荣誉 但是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有非常非常多老师 他们的应该在我不厌其烦的麻烦下 还是愿意帮助我去更好的用音乐表达 所以谢谢每一位认可我 然后给我机会被听见被看见的老师们 谢谢 然后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要非常感谢我的生命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在茫茫人海当中看到了渺小的我 然后我也很荣幸很幸福可以用歌声陪伴你们 也希望我们在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相遇 但是在相遇之前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我们要更好的再见好吗 谢谢 五年前在东方凤云榜喊出少管我 到现在在东方凤云榜上唱跳少管我 又何尝不是一种小美满 周深感谢了生米 感谢了每个人 却唯独没有感谢自己 众人他一直叮嘱生米要照顾好自己 不知是否也时常告诉自己照顾好周深呢 还有直播的时候 主持人问了一个粉丝想要的问题 深深私底下有偷偷健身吗 周深因为懒没有健身 手臂肌肉线条却变得特别明显了 是因为一直把生米捧在手心里 周深你太会了 周深深有没有背着生米们健身 不然为什么手臂线条感觉紧致了很多 我没有就是 我还是比较就是 还比较 但是巡演其实还蛮消耗体力的 当 cardio温ろ语 我没有觉得啊 因为我没有这么觉得 但如果觉得 可能是因为要把 生米捧在掌心里练的吧 哦哦 他越来越会了 好会呀 自己会道出镜了 我在处在一个非常不安的状态 我会觉得我在聊专辑 大家不感兴趣 大家不会想去听 我 προ上班 再讲二十分钟 因为这张专辑 所以我必须说我自己花钱买的 谢谢 我怎么这么不会做人 我都没有买完 只有给你二维码 我就是在这里看到你好坏 对不起 这么一看我还真的没有送别人数字专辑 哎呀我自己花钱买了没有 周深做人 不行 好感动感动到想哭 一点都不锐评 我差点摔倒了 刚才这样谢谢你很善良 那就是少管我回娘家 就感觉就带着孩子回家的感觉 你敢露出你的真面容吗 你敢露出你的ID吗 好嘞 今天我们说点调心过的话 因为太多的声音在质疑说 你咋不唱自己的作品 周深到底是不是一个音乐人 是不是一个歌手 我自己也是我的作品 你怎么可以吃 可能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质疑 另外在颁奖典女上 周深还演唱了小美满和少管我两首歌曲 用歌声讲述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温暖治愈 这两首歌都非常好听 也感染到现场很多人 这几天相信很多人感受到了 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大莲花传来的演唱会热度 周深杭州演唱会在杭州大莲花体育场举行 时间是8月23日至8月24日 两晚联开 举悉周深两场杭州演唱会 那一场观众人数高达10万人 这还不包括没有买到票 只能在场外聆听的观众们 周深杭州演唱会亮点很多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印证了一点 周深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个限定场 每一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都会留下很多让人回忆的亮点 或许是上天开了一个玩笑 周深杭州演唱会次场的荧光灯 因为信号干扰原因失灵了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 周深的歌迷可谓满满的爱 全场打开手机闪光灯 这些闪光灯组成星光巨阵 同样闪耀全场 竟然给人留下更加温馨的场面 周深9.29赫兹十周年巡回演唱会 绝对是一场歌手与歌迷之间的双响奔赴 最后在已公开的周深9.29赫兹十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安排中 接下来还有将于9月7日举行的杭州演唱会 和9月21日至9月22日举行的国家体育场 尿潮演唱会 鉴于每一场演唱会一票难求的盛况 谁能最后抢到沈阳站和北京站的演唱会门票 就看首搜啦 老师们好 辛苦啦 这么久了 辛苦了呀 辛苦了 周深9年来我们的盛典 然后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年 对啊 好可怕 我也觉得很可怕 就是我在算 那几次来都会有盛典的那算 9 9 是的 长长久久 对啊 哇 这个是很大的数据 然后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年这件事情 我都不敢跟人家讲 因为太暴露年纪了 一直冒称我是去年刚出道的 没事没事 我不害怕 我要暴露我的年纪 不用害怕 开心快乐 而且 个人的二专 终于发啦 终于 喜欢 哦 喜欢 真的吗 谢谢谢谢 等后面初始织的时候再听 必须的 谢谢谢谢 我要跟你说我最喜欢《圣楼》 哦 这个当什么 我没有想到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开始觉得 这个歌有点 诶 又是哪里 也不是怪 很大 对 很大 但是 空间很大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听到的 就是在 不一样的周深 在此之前没听过的周深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时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 丢出来就想到是 对 身心不大 能够让它 就让大家感觉看到歌 想不到的周深吧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也觉得 有个想不到周深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在这里其实我真的很想讲 就是 虽然对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 周深唱歌很好听 然后唱了很多OST 包括之前也一直都有朋友在问 哎呀什么时候 各人专辑 大家都很着急 然后等这首就是盛楼出来的时候 想哈 有在闷声做大事哦 谢谢 我好感动 就是 这么长时间都在聊我的专辑 真的很开心 谢谢 谢谢大家愿意去听 耶 求求大家去听一下反声代词 反声代词 反声代词哦 谢谢 而且我跟你说这张专辑的这个标题 就是跟大家曝光的时候 好多人来问我说 马上说什么叫反声代词了 对不对 反应都会反应不过来 对 但后面仔细研究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要叫这个名字 觉得也特别的妙 哎 因为他叫反声代词 他其实最后他想要代表的目标 还是去寻找自我 是的 他还是找的是那个 我 对 所以感觉就特别有趣 对的 所以当时有人来问我反声代词 我马上回来他一个词 myself 对 myself yourself 我就自己 反正就是自己 所以这张专辑大家不要紧 是纯纯觉得说好听 就完事了 不是 他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歌里面 能够探索到很多 很真实的东西 没错 包括说朗朗上头的少管我 嗯 大家问最多 如果这梗儿厉害后 东方蜂蜂出来了 而且我这次就是带着就是 少管我回娘家 对啊 回到东方蜂蜂 东方蜂蜂 对 我就感觉就带着孩子回家的感觉 而且 也这个 狗吧 哈哈 我是小锅 我是小锅 你怎么变成那个蓝色的锅了 神灯啊 在许任哪有很多粉丝心愿 你是真的有点神灯啊 神灯 那你这个颜色是不是神经啊 是啊 哈哈哈哈 碰了梗就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周深东方风云榜下班了 你看小狗在家书也会笑 而风生在你那 拜拜 拜拜